大陆知名网络大V花总丢了金箍棒 目前已经被警方控制 正在接受审讯 花总因为鉴定中共官员所带的名表反弹 而得到众多粉丝有护 据南方都时报发布的快讯说 花总被抓的消息已经得到北京警方的证实 虽然警方没有透露花总涉嫌的具体罪名 但有消息认为应该与网络谣言有关 据了解 花总最早受到网民关注 源于2011年揭露 723温州动车事故现场 铁道部部长盛光祖所带的名牌手表 从此花总开启了他的鉴表生涯 2012年 花总再次鉴定揭发表书杨达财所带的多款名表 从此在网络名声大噪 粉丝保增24万 被网民誉为鉴表反弹专家 他鉴定表的时候是很谨慎的 他就是根据网络上的图片 鉴定这一表是哪一款 有的时候他不确定的时候 他用词很谨慎 他说是疑似 花总此次的被抓 被不少网民认为是触动了某些人的神经而遭到报复 这说明当局打压大V的真实目的 并不是大V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情 他的根本用意就是打压民意 因为大V代表了民意 近年来 花总揭发了近百名佩戴昂贵名表的中共官员 一度令很多官员在公开场合不敢代表 在百姓拍手称快的同时 也有不少贪官对他恨之入固 花总被抓后 有网民讽刺说 表叔们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新长人记者陈汉 李勇采访报道